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幅画有一张作品刷新的拍卖记录成为了最贵的画 但这个画我一看的时候我愣掉了 这个画家我不认识叫吴斌 明代的画家 而且那张画画的是一个石头的十个面 这个就令我懵了 这张画如果纯粹从一个价值的角度 它跟宋代跟唐代我们所一直看到的 这个中国艺术史美术史里面的这些名作相比 那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这些名作它都是在博物馆里面从来就没有拿过出来 所以这个价值到底是什么一个数字我们不知道 但是感觉这个几亿人民币的这个画感觉 所以很厉害 跟那个能够相比并论 对的确不可思 因为这个我觉得价格我们不讨论的 因为价格之所以被炒那么高可能有很多市场运物 我也不知道 但是这个画之前好像有一个记录是120多万美金的 对对对它好像是十年还是十多年前的时候 那么从目前看来这个画至少可能有一点是比较有把握 因为它在海外拍卖了 所以它的真实性可能没问题 这一点重要 因为中国古代的话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是赚品 假冒违害产品太多 这个问题很复杂 吴斌这个画的价格这么高 我不能发表意见 因为拍卖行拍卖了超级 总体上这个好像是中国古代艺术那么值钱 但这个画倒很有意思 其实吴斌在美术史上倒不是特别有名的 那是晚明的一个画像 对于我这个 只是简单能够记住中国美术史里面的几个名字的人 就完全是没办法记得住的 吴斌是这个晚明的一个画像 而且这晚明江南一带的画像 这晚明有很多厉害的像总体昌啊这些 对 这个 晚明 晚明很有意思 中国的晚明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实 这个 吴斌呢 如果按照如果你翻一翻资料呢 他一般都把他说的是三十个画面 哦 其实吴斌留下来的作品有好几幅都是佛道仙的 所以他是个人物画像 哦 是人物画像 人物画的很奇怪 我以为画画像 人物画的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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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人物画像 但是我们又把它叫做三学画像 其实他更多是个人物画像 他是个福建人 莆田人 莆田错了好几个人 他是个名人生 但是呢 我们在讨论中国传统绘画的时候呢 还要了解画像的身份 其实他是一个佛道中的人 嗯 自己起了一些佛号 比如说这个叫做什么安 什么安 安卒王 嗯 这个 这个自己起一个号的意思就是 他是一个修佛修道的人 入 出福入道啊 所以他画的是佛道仙人之类的人物画 嗯 儒家人物这样 儒 中国传统到了晚明的时候 儒息道互补是很正常的 嗯 没有像我们家的立场分明 嗯嗯嗯 但是这个画 为什么会 引起西方人注意呢 我觉得导师 引起我一个深思啊 嗯 晚明 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就是中西结合 中西结合 对 为什么呢 是由中国传统绘画现描 嗯 但是晚 恰恰在晚明江南 出现了一些西方因素 哦 比如说跟这个吴斌 作为一个同时代 他们也有交往的 一个略后一点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画家 叫曾波成 哦 信曾明经 至波成 哦 他是晚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肖像画家 他最有名的一张画应该是我想看好像是王思敏 肖像 嗯 嗯 那么他的话 为什么当时有名呢 除了虚虚如生 画得很生动以外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他勾了线以后啊 他围着线条要铺一些弹幕 就是有点凹凸 有点阴影 哦 这个阴影的因素 中国传统也就是没有的 哦 对 为什么到了晚明前有呢 于是我们就追溯这个 比如说曾经 曾波成的这个背景 我们就不得不追溯到传教士 哦 追溯到立马斗 万年年间立马斗传教 立马斗 带了西方宗教绘画过来 哦 哦 而且他还把这些宗教绘画 让中国人翻课了 变成圣经的插图 哦 翻课了 而且有人专门研究过 他所带来的这个宗教化 经过中国人翻课以后 中国人增加了什么 和减少了什么 哦 但是不管增加什么减少什么 中国人所减少的一定是明暗 哦 对对对 因为中国觉得明暗不可思议 对对 但是这个明暗所造成的这种逼真感 就让中国人很震惊 嗯 所以 曾经其实一般都认为 他一定是吸收到这个 跟传教师带过来的西方绘画 这个明暗感觉的那种因素 所以使他的话多了一个 用线勾了以后再涂了一些淡漠 有凹脱感 嗯 其实吴斌 我认为也应该有这样一个背景 哦 这个所谓的 说他是变形主义 是美国的汉学家高居汉所 那是一个西方概念 嗯 嗯 其实那个 吴斌画的那个佛仙道人物的话 很怪异 很怪异 这个怪异倒是有自己的传统 但是 他也有一种 淡漠的一种 形成的凹脱感 尤其这个 拍卖的这么高加的这个 石面三十图是吧 嗯 这个原名叫什么 石面三十图 他把一个石头的石面给画出来了 对 对这个是西方概念的 有方位 我认为 我认为这个现象本身 就应该有西方概念 就是说 一个石头这一面这一面 当然面面看就不一样 当然我们知道的 这个 比如说那个郭熙在那里 林全高志已经说过了 步行进山在步步不同 嗯 也知道了 不断看 不断走 是吧 但是他才把山架过来 变成石头 所以呢 呃 我们认为这个 画 呈现了某种很奇特的西方的 东西方的效率 对 而且这种东西方的效率 它不仅出现在 曾经的肖像画 包括我说的吴斌这种画里面 嗯 董西藏也有 为什么 对 比如说美国一个著名的汉学家 专门研究中国宋代绘画的 著名的大教授 叫班中华 嗯 耶鲁大学的一个著名化 著名艺术史家 专门研究中国宋代绘画 很有成就 但是你也想过 他这个研究宋代绘画的 美国著名的美术史家 却专门 就董西藏的一张画作的研究 这个画很有几何感 这个山水画 这个董西藏一张山水画很有几何感 很有构成感 当然班中华是猜测的 因为他没有任何文件 怎么样 他觉得这个画上所出现的几何感 通过春叉所形成的龙蛋 和一种微妙的立体感 只能告诉我们一个信息 董西藏一定看过 立马都所带来的西方文化 但他又作为一个骄傲的文人 他不肯承认他受西方的这种海外蛮夷的影响 这样维护中土士大夫的骄傲 但他又悄悄地学了这个东西 这个文章很有意思 这个猜测非常有意思 这个猜测非常有意思 这个因为班中华说得很清楚 我没有任何文件事的 我也没有任何其他资料 我使旧话录画 看这个画 我认为这些因素在告诉我 这里面有某种外来因素 所以这个视觉图像 这个是没办法隐藏 对了 我讲这个话就告诉大家 网民就是一个很奇特的事 这个因素很重要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 这个美国人就对这个画他们有兴趣 以至于他的价格派那么高呢 是吧 也有可能 当然了政治性没有话说 当然了 这个画一定还有另外一个特别 大家一定要知道 绘画展览 或者今天我们所说的展览 这是西方传统 中国人是没有 中国传统没有展览概念的 哪个画家 那我这个月我要画二十张画一百张画 我要做展览 谁告诉你 没这个时间 对对对 中国古代文人书画 其实是一种交往的载体 对对对 我们两个交往 这个我们都是明代人 我来拜访一下龙先生 龙先生 我就已经画了这样 我画了这样 上去 然后铺开来看 哎呦 你一句诗 我一句词 然后开始提拔 所以呢 这个画呢 在里面提拔完 一卷走 跑到那个人去提拔了 这个十面三世 这个画又有这个特别 就是说 后面的提拔 画了以后 这个画的主人 就把这个画拿给明人去提拔 有董其昌的 有成绩如论 对不对 当然这个人也很重要 为什么呢 他找这些人 这些人能够给他提拔 证明他很重要 对 这个人提拔很重要 这个人叫米万宗 米万宗 据说是宋代术法家米孚的后代 也是个著名的术法家晚明 而且都是学米孚的那一路 不过我们公认他学的是二流米孚 因为米孚的不太好学 你看米孚他最好 有的米孚他只能说是二流 但是他是个石翅 玩石头 哦 原来是这样子 以前他玩各种石头 很有名的石头 收藏家 所以当时的说法就把它叫石翅 他就是请吴斌为他一块收藏的奇石画画 吴斌就画了这个石面石 画了之后这个米万宗就把这个画卷起来 跑去给董锡昌写字 他跟董锡昌什么关系啊 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南董北米 就是他的书法名字和董锡昌是奇名的 但今天我们知道 从书法史来讲 我们认为董锡昌比米万宗要厉害 印象大 但当时不是这样的 叫南董北米 大家知道的话 这个南董北米这种说法 在中国传统也是个传统来的 就像这个这个 建国以后著名的公米画家 叫南辰北于 南辰辰之佛 北于于飞岸 大把了 所以这个南北南北 对 顾且说是吧 这是一种传播方式 但是呢 可以说明米万宗的身份 那么他拿去以后 这个画就变得很 这个石面石头变得很长卷 对不对 很多 提示很多 像他既是一个画家的作品 可以看出这个吴斌 他在这个祭法里面所形成的那种春法 我们可以在里面秀到一些可能的西方因素 他把一个石头变成石面 面面不同 既有中国传统 但可能也受到西方的某种空间观点影响 不知道没有任何证据 同时这个书法 它也是个很精彩的书法 大书法在提词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这个石面石又成为中国 晚民江南著名文人交往汇集的一个重要的证据和载体 这是中国传统玩书画的特点 谁去搞什么展览 没人搞展览的 所以这个历史性可能还是大于艺术性不不会的 历史性和艺术性不能这样分割吧 因为吴斌的话 现在看来也底下很有意思 而且至少目前这样画石头也就他一招 但如果这样子就也改变了这个中国美术史的写法 会不会呢 不是 我刚说的这种研究其实是都有别的研究 我把它扶出来 以及有人在研究中 怎么把它绘集起来 但是很少能想到晚民 但他的重要性可能就好像我来说就以前没有听过 可能以后这个就变成了这个美术史里面的一种 准确来讲如果我们要客观评价吴斌 他当然不能跟董锡商一个级别 在晚民如果说丰富心肠不是董锡商 字也不是董锡商 这没问题 这是我们今天在看的 但是当年他就是这样一个玩家 这个玩家在江南是个代表 这个画也是个代表 而且他画很多人物 人物画是有现实目标的 一定是有现实目标的 中国的人物画其实某种意义上是个广义的政治概念 它就有现实目标了 那么这个石头 米万钟能够收石是个石吃 这么大也很有钱 无比拿一笔钱合得不为 认真一画画得很认真 然后获得名声 然后在文字里面传播 他的名声就来了 他不用通过再来 所以这个画就凝聚了这么多历史内容 那么这些历史内容反过来到我们越了解 我们越会反过来会 看到这个书画的这个连在一起的这个长卷的时候 就有更多的体会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中国传统为什么叫读画如读书 或者什么叫文人气 文人气叫书卷气 书卷气不是虚的 不是你像一个文人一样大幅便便 不是的 书卷气就是那个就是书来的 卷起来 看的时候打开 看就不是看书吗 对不对 对对 书卷气就和这个卷轴是有关系的 文人就必须玩纸 所以呢 如果说到这一步我们再往下推的话 我再告诉大家 听一个中国的一些文化的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纸很重要 纸非常重要 中国文人的书卷气 中国文人的那种士气 中国文人的那种什么什么这个精神境界 他都必须落实到纸上去 这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太重要了 某种意义上文人是玩纸的 当然也玩石头 米万中也玩石头 但是他玩了石头 他为什么还要找人去画画呢 画了画以后还把这个画拿去给人到处去写呢 今天他的石头没留下来 你说这个就我想起您之前讲的那个蓝亭旭那个圆碑没了 就剩下纸本一样 这是著名的美术史家乌虹在一篇文章里面提到 我觉得乌虹太厉害 他在故宫去美国之前在故宫做了七年就是踏片研究 跟着一个老人家 他提了问题 他说金石学是宋代李清赵这个伟大的女慈人的伟大的丈夫赵明成开创 但是金石学意味着是从金石来的碑刻 但是文人只收藏纸张 不收藏金也不收藏石头 他收藏个踏片 没有一个人想去保护那一块碑 是想去追溯最早的那个踏片 只是极其珍贵的 因为只有书卷期 那我又想到会不会是因为当时的这些文人其实更重要 其实他是一个官员 对 那这种官员他不会说经常在某一个地方留任 他可能一辈子可能在好几个省有当过不同的官 他必须要走来走去 所以还是只能够卷走这个最容易 这是其中一个因素 但是更重要的 这是其中一个因素 更重要的还是 书画是文人交往的一个物证 一个媒介 如果从今天的媒介的这个角度来讲 他们就是一种重要的媒介 而且这个媒介可以充分证明你的社会关系 其实我们如果查考历史的话 吴冰岛是一个基本的这个部位 我看历史记载 我也把真的假的 说这个万历皇帝见过他 赏了他一个官 但是 万历皇帝谁都不见 怎么会见他 我不是研究晚明的专家 所以我只能说第一次记载 但是他很快就摔手不干 继续浪荡江南 谁养他就这么文人官员养他 当他后来得罪了太监魏忠贤 他就属于东林党人 这又回到晚明了一个可怕的政治斗争 只有一个人最厉害 避过了所有的政治心法 而又获得巨大利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治愈的 治愈的 看到专家